作者 二根 眼波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437集 白威 此人身体那样有先例缭绕 这先例的量足够此人应变 但此人显然是准备如王林一样 选择应变的第二种方式 如此一来 一旦先遇足够成功之后 在应变期将进展容易很多 这青年盯着王林 冷横一声 说道 滚 王林眼中寒芒一声 身子向前一趟 与本尊融合后 又与司徒男斗法一个月 王林的战斗经验提升无数 尤其是其速度更是快上了不少 此刻他移动之下速度太快 几乎眨眼间 王林便迈出百丈 右拳向前一推 一股大力轰然间凝聚拳肩 没有任何破空之声 但四周的空间呢 却是无声无息间 出了一道道细密的裂纹 好似崩溃一般 那青年面色大变 他怎么也没想到 对方一个应变初期居然一拳之下 具备了这一等危能 这一拳呢 莫说是他 即便是那种应变初期巅峰的修士 想要接下 都要耗费极大的先力 稍有不慎 便会受重伤 他想退 但身体四周 却好似被一股不可思议的力量 紧固了一般 根本就无法移动半点 只能看见的拳头在眼前越来越大 冷汗从此人鼻尖密出 但他的目光却是没有慌恼 他明明看出王林应变期的修为 还敢口出狂言 如非是有过人的修为 便是有惊天的身份 住手 一个淡淡的声音 从第三间店铺内 徐徐传出 随之而来的还有一道青芒 这青芒恶然只是一个茶杯 但奇速却是极快 茶杯上蕴含了庞大的先力 一冲之下直奔王林而去 王林目光一闪 左手掐绝 一道先力在其指尖凝聚 向着茶杯急来之处 划出一个弧形 口中倾吐 行转 随着王林的指尖 那弧形立刻凝化而出 迅速旋转起来 乍一看 好似一个完整的圆圈一般 向着急驰而来的茶杯 穿透而过 那茶杯的速度立刻一会儿 居然随之旋转而动 划过一个湖匙 从王林身前三丈之处绕过 一声轻移从店铺内传出 王林右拳快若闪电 直接一拳落在了虚空 但见那口出狂言的青年呢 面色立刻升起异样的红润 喷出一口褐色的鲜血 整个人双目黯淡 灯灯灯 退后竖步 身子一晃 又喷出一口鲜血 身体俱正 一道道白色的鲜气 从其全身寒毛孔 七窍之间 疯狂地宣泄而出 几乎眨眼间呢 此人体内 再无任何鲜力存在 你 你废了我的鲜机 青年面色不再红润 而是如死人般苍白 王林这一拳呢 没杀此人 但却击毁了此人 辛苦凝聚而出的先机 这不亚于直接把他的修为 从鹰殿边缘直接打退 回到了化神期 王林收拳 背手 目光平静 看向那扔出茶杯的垫簿 之前星转的神通啊 是司徒男的法术 若是在朱雀星之时 王林与人斗法 往往是法宝第一 现在经过一个月 与司徒男的对练 他已经初步的 不再如之前那般 依赖法宝 真正的大神通修士 法宝只不过是辅助罢了 其神通法术 才是可怕之处 当然了 若是那法宝极强 是中阶以上仙宝 则例外 这是司徒男曾对王林说过的话 这位兄台好手段 不知高兴大名 一个平淡的声音啊 从店铺内传来 随声而现的是一个挺拔的声音 这是一个身穿紫袍的青年 他见眉心目 双眼内好似深邃 让人无法看透 他站在那里 四周的空间居然出现 阵阵波纹涟 显然是到了应变中期巅峰 先例散放的境界 王林扫了此人一眼 神色如常 缓缓说道 王林 王林 在下白威 那青年右手啊 在身前一挥 一把白玉扇 在其手中出现 看起来倒也有股飘飘公子之貌 不远处被王林 一拳毁去先机的男子 面色苍白 盘山几步 来到了白威身边 盯着王林恶毒地说道 公子 杀了他 白威眉头一皱 转身平淡地说道 这里 没你说话的份 退下 那青年一争啊 看了看白威 又看了看王林 眼中露出古怪之色 随后轻哼一声啊 但却不再说话 王林神色如常 此人的名字 虽说有些女性化 但王林自然 一眼就可以看出 此人 史难非 王兄 下人无礼 莫要见怪 白某来自天运行 师门天运宗 不知王兄 所为何处 白威温和地消道 好似之前的一切不快 都烟消云散一般 王林眼中露出一丝奇异之色 说道 流浪之人 没有宗派 白威 含笑摇头 说道 既然王兄不愿说 在下也不勉强 不过王兄日后若是有空 定要去天运行一趟 让在下尽地主之意 王林点了点头 一抱拳 脚下一趟 向前而去 直接穿过二人 李丹南内心狂跳 紧跟其后 生怕跟得慢了 出现变故 会殃及自己 白威一直望着王林的身影 眼中露出一丝奇异之马 手中扇子一收 在左手上一拍 头中轻盈道 身有目兮 目有知 心悦君兮 君不知啊 此人身边的那个 被废去仙击的青年 看了白威一眼 目中的古怪之色 更加浓郁 一直到王林的身影 消失在了最后一间店铺内 白威的目光 才缓缓收回 看了身边蒲从一眼 轻笑道 哼 不就是仙击吗 本公子回到天运行后 再给你就是 走吧 师尊老人家一万年一寿 这一次大寿 我倒也不能落在了后面 说着 他走进了之前 第三间店铺之内 他所要的东西 并非珍贵 但却极为巧妙 此地九间店铺走完 唯独在这第三间 看到了所需之物 白威所过之处 往往外人不得入内 这种霸道 延续至了蒲从身上 所以 才有了之前 阻拦王林 踏入北城的一幕 在伤势一族的店铺内 王林踏步走入 这是一座 灰红的巨大宫殿 其内奢华无比 触目所望 大殿内 共有九百九十九个 由灵石雕刻而出的灵人 浓郁的灵气 扑面而来 李丹南目瞪口呆 眼前的一幕 是他此生 从未见过 尤其是这灵力的浓郁 远超他所见一切地方 犹豫了一下 李丹南一咬牙 不去管王林 而是盘膝坐下 吐纳起来 王林望着眼前 一排排整齐的灵人 这些灵人呢 一个个 均都是女子 妙曼仙姿 各有不同 但每一个 均都是绝美 在这些灵人手中啊 均都捧着一个锦盒 漆上放着各种奇异之物 灵丹法宝之类 应有今有 此刻呀 一阵银铃般的笑声 从虚无之中传来 紧接着 一个身姿动人的美妇 从一旁踢口走下 美目一扫 便落在了王林身上 此女一袭素腰的 白血席地长裙 裙脚的边上 用银色的闪现 层层叠叠地 绣上了九朵曼陀罗花 在一片雪白中 显得格外注目 如丝绸般 柔滑的绣发 随意披散在身后 用由三只 尾端带紫白水晶珠 串起的细钗组成 轻轻地环绕着 如墨般的青丝 独独流出了两缕 燕紫色的绣发 伴着步调 频频晃动 三片像小拇指大小 薄如蝉翼的 淡紫小片 斜贴在了 左眼的下方 闪动着隐隐光滑 眉眼如晃 这位道友 欢迎光临 声势宝殿 女子的声音 如黄银出谷 鱼音鸟鸟 此女艳色 堪称绝伦 但王林的目光 却是在此女 左眼下方的 那淡紫色小片上 留意了几眼 以她的眼力 自然看出 这小片 是一样法宝 甚至此女 衣服上的 九朵曼陀罗花 也一样是 不可多得的法宝 就连其头上的 三只钗子 想必还是法宝 此女身上 无不是宝 倒也显出 此地的奢华程度 此店 可有墨血液 王林目不挟视 平淡地说道 从商市店铺离开 王林给了李丹南 十块上品零食 走出了明媒城 商市店铺内 却有墨血液 但要价 却是贵得离谱 王林算了一下 自己全身上下 所有的零食 加在一起 恐怕也只能换取 三两墨血液 这样的价格 出乎了王林的预料 他没想到墨血液 居然在修真界 是顶级材料之一 古生横渡 一个又一个星球 搜寻这墨血液 自然极为简单 可对于修士来说 这墨血液 就太过稀少 听了女子话中之意 此物是滋养元神的最佳之物 多舍之时 若是有钉点墨血液 便可使得元神融合速度加快数倍 甚至 在元神出窍之时 若是口中含着些墨血液 便可保持元神不散 即便是受到重创 也可坚持回到肉身内 王林目光一门 在明眉城外找到了一处山崖 潘息坐下 神石散开 默默地呼唤司徒南 烧请之后 司徒南传来回应 明眉城 商市店铺内 我要墨血液 王林传出神念 司徒南那边呢 立刻大笑起来 中断了感应 在这个交易星上 一共有九个城市 三天的时间呢 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 疯狂地传递开来 天地城 遭神秘人抢劫 此人眼光极高 所选之物 往往都是那些店铺内的镇店之宝 甚至连那些 有着深厚背景的店铺 也毫无例外 遭到了洗劫 就连城主府 也同样遭劫 若仅仅一个城 也就罢了 可余下的时间呢 一直到第三天夜晚 九个城池 包括明眉城在内 全部都被这神秘人 洗劫一遍 此人修为极高 即便是遇到了 众多修士围攻 也游刃有余 最终啊 九城之中 一共五个问鼎修士 愤怒联手 要把此人灭杀 这一战 让所有人 对那神秘的抢劫者 为之震撼 五个问鼎修士 全部败退 那神秘人 从容离开 这等修为啊 只有那传说中的 问鼎之上 虚实二意 碎孽之境 才可以达到 如此一来 此人所行之处啊 好似蝗虫盖日 无人敢惹 无人敢打 黄霖这三天呢 始终坐在山崖之上 遥望明媒城方向 在第三天明月当空之时 王林嘴角 露出了一丝微笑 他一拍杵带 拿出草帽戴在头上 只见远处 一道身影 如奔雷般呼啸而来 在其身后 逆逆麻麻 无数修士 好似遮天盖日一般 紧紧地追击 在追击中啊 有八人速度极快 把旁人全部落下 紧追不舍 你们这帮小家伙 老子又不是娘们 你们追个鸟啊 人啊活了老子 再去枪你们一把 司徒男的声音 狂笑而起 作者耳根 演播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